駐櫃台前原警打電話通報 因為眼前的粉衣女子遭到詐騙 原來是網路交友惹的貨 只是所長到場發現當事人 是委託姐姐匯款 趕緊撥電話和被害人釐清案情 但250萬已經會出去 聽到原警解釋 電話那頭口氣充滿疑惑 還過程60多歲的退休許姓婦人 認識了男網友 言語公事下被說服投資香港房產 才會向姐姐借250萬 拜託對方幫忙轉帳到香港的指定帳戶 就這一轉其實是轉帳到高雄 最後再被轉移到嘉義的銀行 由行員發現這筆龐大現金很奇怪 趕緊通報全案曝光 好險嘉義的行員及時攔阻 才沒被車手盜領現金 加上原警仔細解說 最後才說服了被害人 只是詐騙集團近期似乎鎖定這種退休民眾 刑事局近期待到15名嫌犯 因為他們詐騙板橋一鳴70歲的老窩 以賈監警手法 謊稱他電信帳戶涉及刑案 必須監管帳戶 要把錢交給賈監警 面交9次遭詐1100多萬 直到家人發現有異狀才報警 根據統計去年12月 詐騙案件共有2397件 金額高達517000多萬 另外假監警以及假交友的詐騙案 也有逐年增加趨勢 民眾可得多當心 別讓詐騙集團找上你 TV新聞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